大熊猫成功离世 熊猫圈里的功勋母亲 白道发光的洁癖公主 熊猫基地发文表示 本月三日熊猫成功离世 消息一出让众多网友感到悲伤 纷纷留言哀悼送别成功妈妈 成功妈妈在短短23年里 共生育了9个孩子 并且每个孩子都十分出色 其中花花和小叶子更是当今顶流 回顾成功妈妈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熊猫繁育 是我们心中伟大的功勋妈妈 她的一生都在做妈妈 但是她首先是她自己 成功妈妈出生于千禧年 是一位爱洗澡的洁癖公主 在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 公主可是妥妥的功夫女侠 闯荡江湖叱咤风云混的风生水起 上树下水动作十分干净利索 是一个十分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也是一位身手敏捷的美少女战士 她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和领地意识 曾经还咬死过闯入自己领地的野猫 公主有一些洁癖而且爱洗澡 洗澡的时候还会开心咩咩叫 而且洗完澡后不会立即坐下 因为那样会把屁股弄脏 而是散步把毛晾干了以后 才会找干净地方坐下 不管怎么熊来风身上都白到发光 断肩而且肩上有一对小翅膀 就像一个漂亮的天使翅膀 成年后成功从公主成为公妈 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天使母亲 听见基地有游客提到自己的孩子 正在吃东西的公妈会停止咀嚼 专注地看着游客听她们说话 花花也很好 小叶子也很乖 加油吃 有游客故意播放花花着急的叫声 正在吃竹子的公妈急忙起身寻找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的公妈十分伤心 心情低落地躺在木架上哭泣 公妈非常喜欢自己的每个孩子 是一位十分负责勇敢的妈妈 本月十一日 公妈的二十三岁生日就到 可遗憾的是公妈没等到 希望公妈在潘达星可以 一直幸福快乐做她自己 妈妈 我和弟弟天天都想你 公妈凌晨去往潘达星 孩子们表现十分反常 熊猫间也有心灵感应 公妈突然离世令众多猫粉 都感到十分的意外和难过 她的孩子们表现都很反常 就好像感知到妈妈不在了一样 懂事到令人十分心疼 近几日上午 有游客拍到花花站在草丛里 对着妈妈宿舍方向不停微笑 于是就有网友猜测 是不是花花看到了公妈 所以才笑得这么开心 平时八点花花会睡觉 但是那天她已经开始营业 坐在地上安静地吃着竹子 以前听见游客叫自己 花花会十分重粉地打招呼 但是那天的花花一直发呆 一边喘气一边盯着前面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花花就 往小树林里走去独自难过 还没等到谭爷爷收猫 花花就乖乖自己走回内社 不仅仅是花花 小叶子的行为也是十分反常 她营业的时候坐在木架上 仰望着天空发呆 然后一直在舔着自己的手手 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 小叶子看起来高高瘦瘦 也才是一个只有三岁的宝宝 看到她忧伤难过的身影 令无数网友再也止不住泪水 同样没等谭爷爷来收猫 叶子早就走到了门口 面向墙壁呆呆地看着墙壁 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仰望天空 眼神里面充满了无助与悲伤 还有两个小家伙的大哥公仔 平时的公仔这个点都在睡觉 那天的她一直很着急地转圈 在场地里面走来走去 公妈去世第二天 公妈长女何琪就一直背对游客 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发呆 以前何琪睡醒都会吃竹子的 这天竹子还好好的放在背后 她就不吃不喝低头独自难过 何琪是十分喜欢妈妈的 搬到妈妈隔壁的时候 还会十分高兴地咩咩叫 何琪 风里已经没有妈妈味道 看到这里就有网友提出 可能是公妈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 所以离开前每个孩子都看一遍 希望公妈的孩子都能快乐健康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3年育有9个孩子 并且每个孩子都很出众 熊猫圈里又出现坏消息 官方表示本月23日 大熊猫成功在凌晨离世 享年23岁 消息一出令众多猫粉十分痛心 公妈的一生几乎都贡献给 大熊猫的繁育研究事业 直到20年花叶姐弟出生以后 20岁的公妈才退休养老 可是名副其实的公勋妈妈 共生育了9个孩子 而且每个都很出众 08年公妈迎来了自己 第一个孩子取名为公仔 完美继承妈妈大长腿 身手敏捷而且战斗力强 名副其实的斧头山西区战神 电影功夫熊猫阿宝的原型 时不时还耍竹子秀一段功夫 父亲是救助回来的野生大熊猫 由于自身的优良血统 一直被基地当作大种工来培养 时隔三年 第一对双胞胎何妻和美出生 两小只从小在一起生活长大 直到20年才分开 成为迄今为止圈养大熊猫中 待在一起时间最久的双胞胎熊猫 何妻被称为最像公妈的女儿 坐在那里发呆的背影和公妈一模一样 13年的时候 公妈生下双胞胎和新和胜 和新完美继承公妈的貌美 也继承了公妈的天使翅膀 现居西宁的熊猫馆 和圣外号被叫做小拖把 性格活泼且十分好动 被基地选为野赔对象 不幸的是三岁那年意外去世 得知公妈去世的消息 就有网友想起了小和圣 有网友留言 公妈等花叶姐弟到了三岁 就去潘达兴陪伴三岁的和圣了 再次事隔三年 公妈生下龙凤胎和风和雨 和风和小叶子共用一张脸 性格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现在在上海动物园 和雨长相漂亮甜美性格乖巧 后参加野赔计划被放归野外 20年生下和花和叶两姐弟 现在已经成为熊猫圈顶流 相信公妈在潘达兴看到孩子们 也会为她如此出色的儿女 骄傲自豪